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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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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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好好干活 晚上睡觉 他都穿着衣服 手里拿着剪刀 生怕周明碰他一下 他想过自杀 想以死来报复周家的人 可因想到自己远在大山的父母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卖了 他哇哇大哭 他告诉自己 必须要活下来 对他而言 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出去 花季少女 因找工作被拐他乡 幕后黑手竟是同村叔叔 他叔叔走了以后就没回来 60%的犯罪是熟人所做 惊心动魄的逃跑计划 他能否成功 刚跑完没出村 就被周家就去找到了 在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要回家 时过境天 当初的幕后黑手 还能否落入法网 面对打工的诱惑 我们应该如何辨别 自己做一张卡 按下十个指纹 把两根头发拿个索 小缩膠袋往上一沾 生活早餐考 我要回家正在播出 2009年10月的一天 趁周家人出去干活的时候 他意识到逃跑的机会来了 他偷偷地走出家门 不顾一切地往外跑 刚跑完没出村 就被他们这周家就给找到了 不幸的是 小玉被周家的人拽回了家 小玉跪在地上 死死抓着门不放 周明对他是一阵的凶吼暴打 甚至拿起院子里的蹲步 吓唬他 受了惊吓的小玉害怕极了 慌忙中跌跌撞撞地 跑进了屋里 进了屋里 周明对他又是一阵暴打 还吓唬小玉说 要是再敢逃跑 就打死他 小玉吓得在炕上爬来爬去 苦苦地哀求 撕心裂肺地哭喊 没有人来救他 他人说 要是再跑就是打到 我就退出了 这次出逃失败之后 小玉陷入了绝望 自己到底该怎么办呢 谁能帮助自己一把呢 突然间 他想到一个人 同村的婶婶 他和自己一起过来打工 他在哪里呢 于是再一次和周家人的聊天中 小玉有意问了一下 同村婶婶的情况 他们只是说 婶婶在附近的工地上 给人做饭 他就一直在想 这个父母 想家 想他原来那个家 他就想回家 小玉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定要找到婶婶 可怎样才能到工地去呢 左思右想之后 他觉得要想出门 首先要让周家人 对自己放松警惕 于是小玉开始改变 以往的强硬态度 乖乖地听周家人的话 性格也变得温顺起来 为周家人洗衣服做饭 让他们觉得 自己愿意当周家的媳妇 这个时候呢 他们村里吧 包括他们家里吧 这人都给 都放松了 对他的这种警惕了 看着小玉一天一天 变得温顺起来 周家人也不再死死地盯着小玉了 开始对他放松了警惕 正好村里工地上做饭需要帮手 周家人就决定让小玉去帮忙 此时的小玉万分激动 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婶婶了 可当他满怀欣喜到了工地上之后 却没有发现婶婶的身影 他四处打听婶婶的下落 工地上的人说 他早已经走了 婶婶的离去犹如晴天霹雳 让心怀最后一次希望的小玉 几乎崩溃 我不知道我爸妈怎么样 我真的在想他 所以我想躲一把回去还是回不去 自己就这样在周家待一辈子吗 此时的小玉对父母的思念与日俱增 想回家的信念 一天一天变得更加强烈 他决心一定要逃出这个地方 他开始酝酿新的出逃计划 小玉这个孩子呢 虽然是从村里边出来 他没有文化 也没有见过十年 但是这个孩子真的很智慧 很聪明 他就说这四年来 一直想了各种的办法 想逃出来 为了出逃 小玉开始偷偷地攒钱 他把平时的零用钱省下来 还把自己的大便子减转了 卖了些钱 他把钱藏在屋里门后的球鞋里 周家人根本发现不了 他还悄悄地摸索着路线 每次在工地干完活 他就自己去探探路 看看哪条路更容易跑出去 他还特意买了一件红大衣做眼图 周家人看他每天开心地忙碌着 很是放心 没有人知道 他们内心正在策划着一场 惊心动魄的出逃计划 这一次 他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小玉很坚强 也很智慧 四年来 他一直没有放弃回家的信念 在他心里想的就是我要回家 花季少女因找工作被拐他乡 幕后黑手竟是同村叔叔 他叔叔走了以后就没回来 60%的犯罪是熟人所做 惊心动魄的逃跑计划 他能否成功 刚跑完没出村 就被周家就给找到了 时过境迁 当初的幕后黑手 还能否落入法网 面对打工的诱惑 我们应该如何辨别 自己做一张卡 按下十个指纹 把两根头发拿个索 小索的胶 往上一沾 生活早餐考 我要回家 正在播出 2012年1月13号的早上 正值年关 周家人正忙着过年准备年货 此时的小玉终于等到了机会 他决定逃出周家 他悄悄地从屋门后的球鞋里 把钱拿出来 为了不引起周家人的怀疑 他故意从衣柜里 拿出自己喜欢的红色袋 把衣在镜子前鄙视了几下 然后挂在衣柜上 随后他拿出黑色的羽绒服 手里没有拿任何的东西 走出了家门 周家人以为他去工地上班 就没有在意 他这个孩子很聪明 真的很有脑子 他就自己想着 我就把把衣柜挂在上 让他们觉得我肯定不会走 走出家门的小玉 坦涉不安 他飞快地跑起来 按照之前自己打探好的路线 一路飞奔 他一路躲 一路藏 生怕周家的人追上来抓自己 他几乎忘记了害怕 只是拼命地跑 他只是想尽快地逃出周家人的魔掌 赶紧回到让他日思夜想的家乡 一边跑一边躲 一边跑一边躲 终于跑出了村 两个小时之后 小玉跑到新乐县城的汽车站 他飞快地跑上车买了票 坐上了从新乐县到石家庄的汽车 中午的时候 他到了石家庄火车站 当他排队买票的时候 小玉再一次遇到了难题 没有身份证是买不了车票的 没有身份证买不了票 回不了家 此时的小玉非常担心害怕 他怕周家的人追上来 把自己抓回去 自己好不容易策划好的出逃计划 就会落空 说不定自己也会没命 越想越害怕的小玉 开始找地方躲藏 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好先躲起来 但他这个期间也是在躲躲藏 他怕把他抓回去 时间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 小玉一个人在火车站前徘徊 他感到空前的无助 老天是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吗 他真的太无助的时候了 他就想到了公安局 他就要到公安局去 他就找到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就是人家带个手 他就说我要到公安局 出租车司机把小玉带到了 石家庄新浩城警务站门口 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这几年 我的新闻街上一样是快十 从这里的时候闯不起 感觉到这里以后 感觉接受到了 听了小玉的讲述 新浩城警务站立即向石家庄市 长安分局汇报 分局决定 对小玉被拐一案 立案调查 按照小玉的陈述 警方决定 先对周明进行抓捕 小玉告诉警方 猪家的人养猪 天黑之后一般不会出门 抓捕周明的行动随即展开 2012年1月31号晚上七点 石家庄市长安分局在当地民警的配合下 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周明的家 可是当民警赶到周明的家时 周明却不在家 难道他听到了什么风声逃跑了 我们就通过当地的公安局 和这个村里把他书记村长做工作 然后这个周明过来到我们的投案自首 2012年2月2号 犯罪嫌疑人周明到长安市公安局投案 表示愿意接受警方配合调查 并且同意小玉回云南老家 根据小玉的情况 石家庄警方决定送小玉回家 把小玉平平安安送回去 让他和亲人团聚 2012年2月4号18点45分 在石家庄警方的护送下 小玉踏上了南下的T61次 石家庄到昆明的列车 包括冯志宏在内的四名专案组成员 护送小玉踏上回家的列车 沿着晚报专门派两名记者 董事杰 严志国跟踪采访报告 2012年2月5日中午在列车上 列车长为小玉准备了家乡饭 2012年2月6日 历经3000多公里 经过36个小时的长途颠簸 石家庄警方带着小玉 到达云南省昆明市 我们从石家庄到昆明 从昆明到兰平 从兰平到中怀乡 可以说经历了千辛万苦 我们经历了生命的考验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地警方一行12人 又马不停蹄地从昆明市区出发 到达700公里以外的兰平县城 沿途经历汽车故障惊魂 冒着生命危险 连夜开车翻越四座雪山 穿越山石乱滚的蓝藏江大峡谷 一路上险轻不断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历尽艰难险阻 步行三个小时的山路 最终把小玉安全送回家 确实到那个大山边上的时候 确实我们都惊呆了 确实沿越森林 废物无一片 援助就是雪山 当看到村子的山头时 小玉才终于认出了是自己的家 走在梦里无数次回到的这片土地 小玉一路欣喜 飞速地跑了起来 2012年2月10日中午 小玉终于回到了 自己阔别四年的家 当小玉跑到山头时 他突然变得很激动 指着对面不远处的一个男人大喊 那是我爸爸 那是我爸爸 顺着小玉手指的方向 记者发现 不远处一个瘦瘦的 个子较高的中年男子 小玉看到了爸爸 随行人员也感到很激动 可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为之震惊 他的爸爸看到小玉 居然没有任何反应 好像压根就不认识小玉 他爸爸那种表情就呆呆的 默默的 没有任何反应 怎么着爸爸 就看到女儿的四年不见的女儿 怎么就没有一点反应呢 那会我就特别着急 小玉爸爸的漠然表情 让大家觉得很诧异 小玉着急了 赶紧进屋找妈妈 而小玉妈妈的反应 更是让人吃了一惊 她躺在床上面对着墙 任凭小玉怎么喊妈妈 她都没有回过头来 根本不理小玉 小玉父母的漠然表情 让敏感的冯志宏警官 突然感到一丝不妙 难道小玉拐卖的背后 另有隐情 我说是不是这个爸爸 是把小玉给卖出来了 卖出去了 我卖出去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小玉不停地哭 过了很久 她的妈妈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大声喊起来 原来自从小玉走后 她的妈妈就生了一场大病 四年来一直卧床不起 她的爸爸也是在小玉走后 找遍了山上山下所有的地方 夫妻俩几乎每天一泪洗面 盼着小玉回家 而带着小玉出山的同孙叔叔 还欺骗他们说 小玉在外面打工生活得很好 是她自己不愿意回来 小玉太长时间的杳无音讯 让她的父母已经绝望 他们对小玉已经放弃了希望 他们觉得 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小玉了 所以当小玉出现在他们面前时 他们觉得根本不是真的 而且家人没有抱啊 找了四年父亲都不知道 当民警告诉小玉妈妈 小玉不是出去打工 而是被同村的叔叔给拐卖了 小玉妈妈停止了所有的埋怨 母女俩抱头痛哭 母女俩抱头痛哭 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说实话这样的例子 我们节目也做了很多期了 王教授 你说16岁的年轻女孩出于打工 那肯定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那么作为父母亲 我们应该做什么 做什么样的提醒 现在女孩子呢 特别是农村的女孩子 她都想望着到城市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各种诱惑 各种广告 甚至说熟人介绍 我们对父母呢 有这么几个忠告 一个呢就是走的时候 比如他熟人介绍 是吧 那么这个熟人就是一个中保人 那么最好呢 能签个约 然后有一个文字的东西 说这个女孩呢 你现在带出去了 你就要履行监护人的责任吧 这个事情你要负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60%的犯罪是熟人所做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熟人就怎么怎么样 那么这个呢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要有小伙伴 比如说两个丫头一块出去 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另一个丫头的电话号码 万一他要出个什么事 得个什么病 我们好 还去找 还去联系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要如果有可能的话 做一张身份识别卡 自己做一张卡 按下十个指纹 把两根头发拿个小色胶袋袋 往上一粘 对吧 家里留一个 自己带一个 那么这个身份识别系统就做出来了 万一孩子走失了 万一被拐卖了 那么我们都可以凭这个来证明 是吧 一分A 那么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中宝教 儿行千里牡丹佑 好 谢谢王家说 你看 越守越下套 当父母亲呢 一定别轻易相信熟人了 好了 天下当中 这个母女俩团圆了 但是呢 我最关心的是这个犯罪分子 能不能省罪以法呢 往下看 把小玉安全送回家之后 河北云南两地警方立即联合展开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行动 最终锁住了犯罪嫌疑人于兴元 于兴元老婆胡某和李六中三人 2月7日凌晨2点 专案组在爬越12座山头之后 成功将于兴元在其姐姐家抓获 于某落网之后 专案组马不停蹄 对犯罪嫌疑人李六中展开行踪侦查 通过走访得知 李某离开中台乡前往蓝平县城 正在进行新一次的拐卖交易 专案组抓捕工作立即展开 在蓝平县火车站将李某抓获 他准备要带别的女人 可能也要去拐卖的时候 我们在汽车站把他成功抓获 两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 接下来就是对于某老婆胡某的抓捕 可当警方审问于兴元老婆藏在哪里的时候 他的回答令在场所有的警方感到震惊 他说他的老婆也被李六中拐卖 而且至今下落不明 李六中居然在拐卖小玉的同时 把胡某也卖了 而且他那个就是头刀贩子 媳妇把小玉拉出去卖了 他自己的媳妇把二刀贩子卖了 他觉得无所谓 犯罪嫌疑人已经落网 让人想问的是 当初小玉是怎么被犯罪分子拐卖出来的呢 我去他家 我说我拿李婶婶出去打购 你去不去 他是去 因为他得到我们的亲戚 亲戚以后他又相信我们 他给我们出来 我离出来以后就给你 你离住以后 你都准备出来 他就卖了 审讯得知 于兴元家里非常贫困 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每天绞尽脑汁 想办法挣钱 2008年9月的一天下午 在田地里干完农活的他 坐在石墩上休息 无意间发现 16岁的小玉从不远处走过来 他顿时心生邪念 在小玉身上打起了败主意 他回家和老婆胡某商量 把16岁的小玉骗出来拐卖 一天 他们找到了小玉 说你审则要到矿山打工 主要是给工人们做饭 工资不少 你去不去 没有文化的小玉父母认为 跟着胡某不会出任何问题 满口答应 当天 于兴元借了辆摩托车 将小玉带出了山村 将他交给了下家李六中 之后 李六中带着小玉和胡某去了河北 半个月后 李六中一个人从外地回来了 他给了于兴元 一万九千元钱 其中九千元是拐卖小玉所分赃款 另一万元竟然是于某老婆胡某嫁人的钱 本来是拐卖小玉 没想到自己的老婆也被李六中卖了 而且至今胡某下落不明 于兴元以1.9万元把小玉卖给了李六中 李六中又以3万元卖给了石家庄新乐县周明 就这样 小玉像商品一样被卖了出去 看到犯罪分子 可恨的犯罪分子被生之以法 我也算是送了一口气 解了一口恶气 但是还是要提醒电视机上 作为父母的 别轻易让未成年的孩子出来打工 即便真的是生活所迫 一定要出去的话 别轻易相信熟人 要办各种相应的手续 最关键的一点 要留一个身份识别证明 比如说刚才王教授说的 几根头发 十个手印 双方各留一份 以后查找起来 太有方便不知 好了 这里是成功的 我们好 下次再见 面对形形色色的碰瓷手段 我们该如何是好 结果那小伙子 啪就扑上去了 啪就装那个挣扎 敬请收看生活早餐考 小心碰瓷